Woo 今天訪問到一位看似普通 卻擁有不同特質的偶像 王毅佳 你好 我是那個I can be 4ty 聽PT的王毅佳 那你怎麼會早上9點出現在地下街這邊呢 因為我跟妳在這裡就是想跟你們說 就是我很喜歡在早上8、9點的時候 來逛台北地下街 我覺得還蠻好逛的 沒有什麼人 雖然沒有什麼店家 但是妳可以撐住的時候 觀察一下店家的鐵門 一早就能從毅佳的談吐中 會見她與眾不同的想法 謝謝 王毅佳 2001年11月18日出生 從小熱愛舞台的她 待了6年的舞團 並在17歲時參加了偶像團體徵選 從2018年8月26日開始 以AKB48聽TP 一起研究生的身份參與活動 一直到現在 現在一家只將帶大家去一個它充滿回憶的地方 哇 霧梅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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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霧梅巨院就是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充滿回憶的地方 我們在這裡舉辦了很多次的mini concert 就是 裡面就是一個充滿了歡笑的內心的地方 就是 想想起來蠻感動的 對 就是會有一種 啊 終於見到大家了 終於可以在舞台上表演給大家看了 把平時累積練習很久的出貨 一次的傳送給大家 享受 帶舞台上的感覺 享受大家的掌聲 就覺得 啊 這是什麼感覺 這樣子你平常每個禮拜來台北會很辛苦嗎 啊 真的嗎 其實 還蠻辛苦的 因為其實我在加一 比較常會起火機上去 那 所以 就是在交通的路上空氣都蠻清新的 就是享受一些室外的空氣 但是 每個禮拜來台北之後會做客運嘛 那做客運就是 一次要做三個小時到四個小時 然後又是一個比較密閉的一個空間 所以一開始蠻不適應的 蠻辛苦的 但是 後來這樣也持續了兩三年 就 已經習慣了 看著一直保持笑容的她 我們忍不住詢問 至今有沒有什麼令人心酸的事 心酸的事情嗎 不是 就是 大家知道 然後 我家的貓咪會對陌生人 陌生的女生很好 然後最近我們家人 然後 我家的物名 一直很黏我 真是應該要感到開心 真是 對不起 是想到這些 有點 不好意思 只是會覺得說 應該就沒回家了 我們已經把我當成一個 完完全全的末生人了 原來 少女的淚水 總是滑落在 不為人知的走路 今天 在工作空檔 我們特別採訪了幾位成員 請問他們 對於一家的看法 你覺得王一家怎麼樣 怎麼樣 沒有比你自戀 兩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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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覺得一家怎麼樣 很可愛 可愛 全一家平常在團裡相處起來 是什麼感覺 跟一家嗎 對對對 就是 平常 沒什麼人緣 這個 這個 就是平常 他就是站著的時候 就很多人跟他去搭話這樣子 嘿嘿嘿 然後 嗯 覺得他口條很厲害耶 就是 說話都不尷尬 我覺得很厲害 就是有些人可以去 大家請教一下 謝謝 謝謝你 然而 在偶像身份的背後 平常的他 就是個普通的大學生 對啊 像我平常的時候啊 就會這樣 漫步在校園當中 享受一下樹林的氣息 還可以吸取一些 生活上的靈感 哦 那你下一堂課 是什麼時候上啊 下一堂課是三點半的時候 可是現在已經三點五十了耶 看來今天的一家 也是非常認真情懸呢 那讓我們看看 在宿舍時的一家 是怎麼樣呢 這樣起來還沒 哈哈 那你也很好 有默契吧 掰掰 對 就是我平常 就是在家 一個 在宿舍的時候 就會 比較認真打一些報告 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覺得 課業這個 課業還是要顧嘛 嗯 所以就是 對啊 就是還是要 還是要打一下吧 嗯 對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一家 謝謝 拜拜 拜拜 誒等一下 什麼東西 對 不是啦 我是說我們還是要看 打報告 打報告 對啊 謝謝 是齁 對 打報告 OK 看著每天努力幹報告 又得經過偶像活動的他 讓我們不禁心疼起來 我們目不到一家 非常認真的練習跑步 讓我們看看當天的狀況 現在到運動會了 這次就有點緊 下來 不管做任何事都要勇敢上前 Never say never 我們是 UNIT BELL POWER 哪一個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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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次 我們今天會找Factor Yay 哇好棒 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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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按摩 滿意嗎 滿意 謝謝 還有 Joy e 高速 請的人 每個人都可以 只要 可以 只要 在我身後 那是最好的 你一路有空 找你一路 找我买的发现搬送 有什么不让谁变得 青春在后 甜蜜 用这个手势比较大一点 第三名 第三名 我当时会想三个字选我kawaii 就是因为希望可以借由一直讲自己很kawaii这样子来提升自己的自信性 因为我一直相信交由自信的人就一定是最美丽最漂亮最可爱的 虽然现在可能还没有达成这个目标 但是我希望在未来的这几年 我一定要炒着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梦想不断迈进 然后累积自己的实力 让自己成为一个越来越有自信的人